就在昨晚法国冠军赛正式落下帷幕 我们国拼队这会的成绩可是有些一言难尽 无一人进入决赛全军覆没 反观日本队收获一贯二亚城最大赢家 其中女拼更是值得关注 大腾沙月一战成名 击败张本美和获得冠军 看来国拼女队又要多一劲敌了大腾沙月的黑马之路 说起这次法国战的最大黑马非大腾沙月莫属了 这位20岁的日本小将可真是给大家上了一课 虽然世界排名只有第15位 但这次比赛减只是打出了王者风范 大腾沙月这次可谓是一路过关斩将 首轮就3-0横扫了埃及选手梅谢弗 紧接着又是一个3-0干掉了自家队友平野梅宇 要知道平野梅宇可是日本队的主力选手啊 但大腾沙月可不管这些 该打就打一点面子都不给 更厉害的是 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3-1的比分 击败了曾经的日本队核心伊藤美成 这下可真是让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半决赛中他又在一场苦战后 4-3险胜中国台北名江正一进 成功杀入决赛 从首轮到决赛 大腾沙月可谓是越战越勇 他的正反手能力都相当均衡 特别是那个正手 简直就是一把利剑 每次出手都让对手吃不消 而且他在关键分上的表现特别稳定 心理素质堪称一流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 既然大腾沙月正魔厉害 那魔决赛对阵的张本美和 又是怎么个情况呢 毕竟张本美和可是世界排名 第七的高手啊 张本美和 输球但不失水准 说到张本美和 这位16岁的小将 可是日本队的新星啊 虽然年纪小 但实力可不容小觑 世界排名第七 还是本次比赛的三号种子 这履历就够唬人的了 这次法国战 张本美和的表现 也是相当亮眼 首轮就三杠二艰难战胜了 澳大利亚的华裔选手刘洋子 虽然有点惊险 但也显示出了他的顽强 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 和四分之一决赛 他可就放开打了 分别三杠零横扫了 波多黎各的迪亚兹 和韩国的申育兵 简直是一路过关斩将 半决赛更是精彩 张本美和四杠二 击败了中国选手前天一 这可是给国拼狠狠上了一课啊 虽然最后在决赛中 输给了大藤沙月 但整体表现绝对可圈可点 决赛中 张本美和虽然输了 但也打出了自己的水准 特别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 他的反手进攻非常犀利 一度将比分反超 虽然最后还是输了 但他的大赛经验 和关键球处理能力 都显示出了超越年龄的成熟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想 既然日本队表现这么出色 那中国队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的全军覆没了吗 这可是国拼啊 怎么会一个决赛选手都没有呢 说到中国队这次的表现 真是让人直呼太意外了 本来大家都以为 就算奥运冠军们莫来 国拼也能轻松拿下冠军 可谁知道 这次竟然连决赛都没进去 女单这边 王亦迪和陈信彤 可是头号和二号种子啊 结果倒好 两人双双止步刺轮 王亦迪输给了队友钱天一 还情有可原 但陈信彤输给了世界排名 第36的16岁埃及小将高达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南丹那边也好不到哪去 林高远和梁静坤这两位主力 居然都栽在了德国老将杜达手里 林诗栋好不容易杀进半决赛 结果林杠四惨败给了小乐布伦 连个局都没拿下来 新秀们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相鹏在WTT中国大满贯上还风光无限 这次却在16强就被淘汰了 石巡遥更是连16强都没进去 最后只剩下林诗栋和钱天一 两个人孤军奋战 结果还是双双倒在了半决赛 钱天一输给张本美和 林诗栋输给小乐布伦 这下可好 国拼彻底默契了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中国队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是不是日本队真的已经赶上来了 他们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说起日本乒乓球的崛起 这次法国战可真是给大家上了一课 看看人家这阵容 张本美和大藤沙月 伊藤美成 平野美宇 简直是豪华的不得了 这次比赛 日本队可谓是大放异彩 不仅包揽了女单冠亚军 还在半决赛中淘汰了中国选手 特别是大藤沙月 一路过关斩江 连自家队友都不放过 简直是横扫千军啊 张本美和虽然输了决赛 但整个过程中的表现 也是相当亮眼 16岁的小将能有这样的水准 未来潜力无限啊 再看看伊藤美成和平野美宇 虽然这次没能走到最后 但他们的实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日本队这几位选手 年纪轻轻就已经能在国际赛场上 叱咤风云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看到这里 有些人可能会想 日本队都这么厉害了 那国平以后该怎么办 我们还能保持优势吗 国平队未来又该如何 说到国平的未来 这可真是个让人又担心 又期待的话题啊 这次法国战的失利 确实给国平敲响了警钟 但咱们也别太悲观 毕竟这次比赛奥运冠军们都莫来 算是给年轻人一个锻炼的机会 不过国平确实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了 外协高手们的实力在不断提升 咱们的技术优势正在缩小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外国选手 进步速度可真不慢 国平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培养新生代选手 让他们多参加国际比赛 积累经验 提高心理素质 同时也要继续保持技术创新 不能躺在过去的荣誉上睡大觉 总的来说 国平的未来还是光明的 只要我们能及时调整 相信在下一次重要赛事中 国平一定能重振雄风 再创辉煌 不论怎样 还是希望我们国平队 能够好好调整状态 同时也要认真分析对手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能够重回巅峰 全线失落 国平全线无缘决赛 不敌日本 刘国良多年的体面 被撕了个稀碎 谁才是罪魁祸首 国平崩盘 那个无敌的时代 真的结束了吗 还记得中国队 包揽官亚军的盛况吗 还记得那个 让对手闻风丧胆的梦之队吗 现实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连续两场国际比赛 国平全线溃败 无人进入决赛 曾经的亡者 如今却在质疑声中风雨飘摇 那个无敌的时代 真的结束了吗 国平现状 新老交替的阵痛 法国赛场上 临时动灵 四惨败于 法国名将乐布伦拍下 前天一也败于 日本小将张本美和 国平再次遭遇 滑铁卢 无一人进入决赛 如果说亚锦赛的失利 还可以归咎于场地 和用球的差异 那么 这次法国赛的失利 则彻底暴露了 国平目前 面临的严峻问题 回望亚锦赛 女队方面 孙颖莎和王曼玉的缺席 让其他队员乱了阵脚 无人进入四强 男队方面 明师栋虽然孤身一人闯入决赛 却最终不敌张本志和 再次与冠军失之交臂 曾经被世卫国拼 定海神针的王牌选手 如今确状态平出 王亦迪和陈信彤 这两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 在法国赛上早早出局 甚至连八强都没有进入 与亚锦赛上的表现如出一辙 这不禁让人怀疑 他们的实力 是否真的能够撑起国拼的未来 男队方面 林高远和梁静坤 两位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 双双败于德国选手杜达 更是给国拼敲响了警钟 曾经 国拼需要低防的对手 只有张本志和 而如今 欧洲选手也开始崛起 成为国拼的劲敌 这说明 国拼面临的挑战 已经不再局限于亚洲 而是来自全世界 国拼面临的挑战 新时代乒乓球的新风向 国拼的崩盘并非偶然 而是多众因素交织的结果 首当其冲的 便是新老交替的难题 老将们状态下滑 难以保持巅峰状态 新人成长缓慢 无法迅速接班 清皇不接的尴尬局面 日益凸显 更令人担忧的是 国拼的梯队建设 也出现了问题 近年来 年轻球员的培养速度 明显滞后 缺乏高水准的人才储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日本等国家乒乓球 清训体系日益完善 年轻球员在国际赛场上 展露头角 给国拼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 国拼的训练模式和理念 也有些落后 无法适应新时代乒乓球的发展趋势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打法的多样化 如今的乒乓球比赛节奏更快 对抗更激烈 对运动员的技术 战术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拼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变化 依然固守着传统的训练模式 导致球员在比赛中缺乏应变能力 难以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甚至有网友表示 是因为巴黎奥运会上菜谱的原因 导致国拼队的心气散了 无论原因如何 刘国梁作为国拼主席都会彻夜难眠吧 国拼的机遇以改革应对挑战 崩盘固然令人痛心 但同时也为国拼敲响了警钟 与其沉溺于过去的辉煌 不如直面问题 积极寻求突破 首先 国拼要加强梯队建设 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清训体系 为国家队输送更多高水准的年轻球员 同时要积极探索新的训练模式和理念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提升年轻球员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其次 国拼要调整机战术打法 针对新时代乒乓球的特点 研究对手的打法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战术策略 要鼓励球员在比赛中敢打敢拼 提升他们的战术意识和应变能力 以适应更加多样化的比赛风格 更重要的是 国拼要加强心理建设 竞技体育实力固然重要 但心理素质同样不可或缺 国拼要帮助球员克服心理压力 提升他们的抗压能力 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韧性 让他们在关键时刻 能够保持冷静和专注 发挥出最佳水准 当然 改革的重任最终还是要落到掌舵人的肩上 作为国拼掌门人 刘国良需要勇于担当 对现有的教练团队和训练体系 进行全面审视 大胆改革 锐意创新 为国拼注入新的活力 国拼的未来 重回巅峰的希望 国拼的未来在哪里 相信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无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 竞技体育的魅力 就在于它的未知性和残酷性 今天的失利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失败 只要国拼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找到问题根源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改革和创新 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 重回巅峰 继续引领世界乒乓球的发展 这条路注定充满荆棘与挑战 但我们相信 只要国拼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就一定能够再创辉煌 为国争光 国拼法国赛进城已然落幕 不能沉溺于失败 最重要的应该是从失败中总结教训 希望国拼重振旗鼓 砥砺前行